第三次江城会26号签署了三项协议 两岸将在空运打击犯罪司法互助 及金融上加强合作 重要的金融协议包括货币管理 两岸金融机构准入等等 并将共同推动入资来台投资 而第四次江城会也决定年底将在台湾举办 将讨论渔业劳务 农产检疫 商品检验 及避免双重课税等议题 为了拉台房市政府在释出减税的利多 立法院昨天出审通过新增一身一屋的规定 放宽土地增值税10%的优惠税率 未来民众换屋时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都可以使用10%的优惠税率 不过都市地区限定90平 非都市则是210平 财政部长李树德则表示 估计全台将会有423万户家庭可以收回 国际货币基金22日对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再下修到负的1.3%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惨记录 虽然预估明年将可回温至1.9% 不过脚步仍然非常缓慢 据了解主要原因是金融部门 有许多的问题仍然无法立即解决 而这当中以日本下修3.6个百分点 到负的6.2%最为惨烈 H1N1新流感爆发不到一个礼拜 疫情已经从美洲扩散到欧亚地区 外交部今天将墨西哥提升为红色警戒 也呼吁国人不要前往 当世界经济还没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 新流感可能再度引发全球的恐慌 世界银行去年估计如果流感大流行 全球可能将损失3兆美元 对美国依赖甚深的台湾 在经济上的危机恐怕又会再蒙上阴影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信聪 每周都是我们的国富论 我们希望透过总体经济来讨论 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 未来 这陣子大家最烦恕 就是这个所谓的 在昨天都还叫做株流感 现在卫生署疾管局正式 把他命名叫做H1N1的新型流感 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如果叫株流感的话 恐怕会让大家误以为是 只有接触株支才会得到 这样子一个新型病毒 可是现在已经转变成为人传人 因此通通以后 这个名称就叫做H1N1的新型流感 大家现在很担心 因为在昨天的部分 昨天墨西哥大概有1600多名 疑似感染的病例 但是一直到今天已经增加一倍 达到将近3000人 昨天也从106人死亡 增加到今天的将近150个人 蔓延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全世界各国政府 能够有效的控制住疫情 可是另外我们也很担心 就是这一阵子以来 好不容易全球的经济 闻到了一点点 可能快要复苏的这个讯息 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全球大疫情 会不会让全球经济在雪上加霜 特别是在台湾的部分 大家想说好不容易 春天的燕子来了 鸭子也来了 会不会在这一种 美国经济快要落底 以及两岸之间的气氛 越来越好的情形下 这一波的新型的H1N1的这个病毒呢 会不会让台湾再一次的打下去 今天有话好说 国富论要好好来谈这个 到底这个病毒 这个几乎在以前叫做 瘟疫的新型流感 会对台湾以及全球的经济 造成什么冲击 欢迎收看今天有话好说之国富论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中研院经济所的研究员 梁启元梁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自身的财经杂志总编辑 卢彦丽 新春好大家晚安 宝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 梁国元梁老师 新春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中央大学管理学院的副院长 邱俊荣邱老师 新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不过在谈说这一次的新型流感 到底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之前我们先赶快来看看 在墨西哥最新的疫情是如何 墨西哥是街头几乎人人戴上口罩 当局关闭学校旅馆 健身房跟法院停止一切公共活动 医院除了医疗人员外也禁止进出 部分公司行号也停工 直到5月6号 目前已知一名39岁的男性专快工人 疑似是莫国最早死亡的病例之一 他在4月13号出现流感症状 直到20号上午死亡到下葬这段期间 莫国卫生当局丝毫没有任何警觉 而疫情爆发后 医院人手不足 让民众对当局防疫战力产生指引 两个星期过去 莫国当局还不能确定 这波疫情最初的爆发地点 但位于东部维拉克鲁兹省东南方 名叫拉格罗里亚村庄的居民指出 4月初当第一名四岁男童出现流感症状 应该就是疫情散播的源头 由于该村庄邻近有大型养猪场 据传2月份就有居民出现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该地区卫生单位4月前往丰村进行消毒 说是要消除苍蝇等重类 如今证明染病的男童已经康复 村庄也没有再出现感染案例 但流行病选专家希望能够前往 邻近的养猪场进行采样 来确定这里是否就是引发 全球恐慌的来源 我们先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 报告一下最新的疫情 然后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是 墨西哥呢 我们先看看昨天的情形 墨西哥昨天呢 是1614起的这个疑似病例 导致103个人死亡 昨天美国有20起的疑似病例 加拿大有6起 然后呢我们昨天讲说 亚洲的部分呢 大概都是高度警戒 可是呢这个防线还没有被攻破 然后在苏格兰跟西班牙呢 也纷纷传奇 两起到八起的这样子一个疑似病例 可是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是快速的蔓延 墨西哥呢从1600多起呢 增加到将近3000起的这个病例 然后呢已经导致将近150个人死亡 美国呢从20起增加了2.5倍 增加到50起的这个疑似病例 加拿大还是6起 不过很重要的是 亚洲这个防线已经正式被打破了 只要包括韩国的部分呢 在今天已经证实 有一名韩国的妇女呢 他其实原本是被定义成是疑似的病患 但是呢 现在在升高一级的警戒 变成是推定的这个病患 因此呢 韩国现在似乎也成为一个感染的一个国家 另外中国呢 现在整个资讯还不是很透明 不过根据WHO的官员表示呢 中国现在也发生了 术期到底有多少个人呢 因为还没有办法完全证实 不过WHO的官员证实说 现在有术期的中国呢 也疑似感染的这个现象 然后在英国法国西班牙跟以色列 也都发生了这个疑似感染的情形 因此现在已经是蔓延到整个全球 尤其是亚洲的这个防线 已经正式被攻破了 那因此今天卫生署长叶金川也讲 他昨天呢是讲说 这个原本只是在于中美洲的一个热带气旋 可是今天证实这个台风呢 已经快要吹到台湾来了 我们来看看台湾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外交部已经派人前往当地了解最新的情况 并将提供必要的协助 而先前一名32岁住在桃园 到过墨西哥 经由加拿大返国的男子 目前初检和复检都已经排除 感染H1N1的新型流感病毒 由于WHO专家会议已经决议 将H1N1新型流感病毒的疫情等级提升到第四级 卫生署上午也已经召开跨部门的会议 正式启动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整个疫情变化很快 我昨天才说 它是太平洋的一个热带地气压 那今天已经形成台风了 今天早上四点就说 它是台风 那会不会吹到台湾来 会 就它会吹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所以要做好准备 业金专呼吁民众 如果从墨西哥还有美加等有H1N1 新型流感病毒发生地区回国后 出现发烧肌肉酸透 呼吸道不适等类流感症状 就要佩戴口罩尽速就医 并且告诉医护人员旅游接触时 方便医生诊治 必要时再进行隔离治疗 昨天有话说好好谈了一下如何预防 这一个所谓H1N1新型流感到台湾来 然后个人跟政府到底该怎么样做好 因应今天有话说好 国富论要好好来谈说 这个东西到底会对全球 以及台湾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 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 在92年的时候 SARS对台湾真的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 到底这一次H1N1呢 会对台湾跟全球造成多大的冲击 我们来看看世界银行呢 在之前他预估说 如果全球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疾病的话 会怎么样呢 他说全球将会损失三兆美金 全球的GDP将会再掉 百分之五的这个GDP的成长率 不过我们特别强调 世界银行他不是针对这一次的H1N1 他是在之前 不过世界银行讲的是说 如果全球爆发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的话 世界银行认为说 这会这么惨